这个板块你又觉得是受到业绩带动 还是说有一些政策利好 所以他们有一个不错的信息呢? 我相信这一个是两重 刚才你所说的两重因素 都全部是推升我们股价的原因 但其实很老实说 我们就是说以太阳能的角度 很有趣地有某些特别是上游的 sector 比如说是单晶龟 或者是多晶龟的所谓的制造 特别是越上游的那些 其实在美国那边的企业 就不是龙头公司 基本上是占了可能甚至全世界 但是75%以上的份额 是反而归于我们中国的 比如说多晶龟、单晶龟那些 就会归我们中国四大家族的了 即是保利协阴、通威、大传、新特能源 这四大家族已经霸佔了 所以其实在美国那边 老实说太阳能的股份 或者它整理太阳能的事业 反而是相对我们中国的提倡 是没有那么提倡的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 亦是很大的事实 很大的机会 就是因为美国其实在 传统石油的企业 或者老家族都是很厉害的 在政治影响的层面来说 也是很深的 所以如果要顾念在 在石油巨企的利益 其实在太阳能量的推广里面 也不能太厉害的 第一我们看到 太阳能量非常有些不公平的 就是外国的太阳能量公司 反而来说股价表现 亦比较相对我们中国的企业 亦要好 一升上来 也是一个比较向上升的直浪 所以我觉得整体美国的太阳能量企业 其实是会受到业绩的因素推动 正如刚才你所说的 以至近期拜登也有机会推出 新系列的 所谓绿色环保的政策 这些政策也是被解释为 对于他们的业绩是有利的 或者将来发展是有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顺带这个话题 也可以提醒投资者 毕竟外国的太阳能公司 大家可能未必太熟悉 也是软转那一句 有些香港投资者 就算买我们香港 就算多争龟四大家族 都未必赢钱 如果你买那些也赢不到 你买外国的企业乱买的话 好像又不是办法 但是又不想乱单一买 企业失败得来 我总是想投资太阳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给大家考虑 当然再老土崇身 不是投资建议 就是TAN 这个股票叫TAN 就是太阳能的ETF 这只太阳能的ETF 你自己有空可以 自己按回十大持股 十大持股 当然我们会承认 它也是有中国的企业在里面 在我再之前 因为很久没有查询成份股 它之前近乎二个记忆 肯定是有保利协赢和九六八 信义光能的 特别是信义光能 它曾经是占的份额是比较高的 有什么希望它现在占得比较低一点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成人贵是什么 但是它有一些是龙头的 可能无论是太阳能 或者是风电的企业 其实来说也都是在里面的 就是说在美国的那些所谓上市的企业 变成可以综合地做这一只 或者考虑这一只 变成可以有一种分散风险的作用 你看到它的近乎图 虽然在游和高位的回忆比较多 但是你看到一反上来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都比较跟太阳能整体股票的趋势 而且你看到现在的表现 都不算是太差的 可能作为一个 如果你这么喜欢太阳能 或者是清洁结智能源的板块的话 那可能你是平均成本法 或者有空低位就做D 用来长期数 那可能某程度上 就可以避免了 过度压住单一企业失败的风险 是的 那少少资料补充 我们刚才说过的ENPHACE ENPAGE TAN这只ETF 就持有1成2的ENPHACE 那刚才朱sir提到 协欣科技3800 和香港的968 信义光能 那这两只股份的持股 大概都是5%左右的 在TAN里面的持股量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